大家好我寫多 今天來講一個我超殼死在公眾場合下面一大包的故事 呃還記得嗎 寫多我是一位專業認真負責用心創作才華洋溢的網路動畫師 曾經也是每次動畫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點閱的網紅 過去後大家迅速遺忘我做過好多好多好經典精彩的動畫 只記得我很愛畫劇圖和長紫色淡淡 並沒有 還誤會我母太單身蘿莉控 並不是 還可悲了啦 人真的不能過氣 不然話語全會被剝奪的 不只之前危機百科被亂改 前陣子聽說去Google寫多 叫出來的相關關鍵字居然還有過世 搞什麼啦Google 一直說有相當多人以為我過世的跑去搜尋嗎 也是啦 以一個創作人而言 作品沒人看就跟死了沒羊羊啦 但更討厭的是如意想梗 然後花兩禮拜跟豆子用用心心做著飄飄亮亮的動畫沒人看的感覺 所以我每陣子就來發一支土鴉動畫 腳本亂寫 搞纖亂話 有表達到我想表達了就好 就算中間莫名其妙穿插一個全身張滿肌肉的豆子 搞不好也沒有人會發現 反正亂話啦 省天血多乾 底下很差就算了 好吧不對 又不是比特P這種 我有信心接下來疊在慘放了三四年一定會翻倍回來的信仰 這邊點閱一直掉最後就真的是停更解散工作室拜拜 我想了想 還是來聊另一間跟下題有關 但是基本上跟淡淡無關的擴張事情吧 如果說淡淡拖500塊是當時只有我知道的私人糗事 淡淡被替種起來是當時只有醫生看過 彈拳道校隊知道的糗事 這件事是這場人生看到公開處形直接社會死的悲慘事件 大家知道我有cosplay時事嗎 不是在同人智慧那種場合 我當初是為了參加光劍馬可多固定辦的各種公益活動 一群不露臉的磨面英雄 去動物宿航團體活動宣傳光劍流浪動物 陪癌症病毒過萬聖節 去捐血戰呼籲大家捐血之類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娛樂性的 有一次是在華山英文中心後面的公園辦了一個親自水槍大戰的活動 我們幾個英雄帶著水槍和小朋友嗅嗅來嗅嗅去 對啦我故意不講噴爛色 因為我的粉絲很多次聽到奇怪光劍字又色色的奇怪傢伙 不可以色色 大家知道這種年假的尼龍空死符相當單薄有彈性 我實在想到如果水上是在社區一定會弄個一身屍 後果就是那邊的形狀可能會跑出來 萬一一水洋風吹的刺激加上有清涼症被參加活動 我出現的奇怪的Walking Dead就太壓敗了 於是我想了個妙招就是墊一大條毛巾 形狀覆蓋律佳 切的水會添出身體 避免雕中受到的形狀跑出來 當天就像歡歡樂樂在活動中跟一群小朋友和其他公益空捨對戰了起來 活動中衝刺著小孩的歡笑聲 一身眼紅色表情討厭的死似更是臭小鬼攻擊的焦點 接愛著我的緊身衣漸漸全屍 我當然不以為意地繼續追射小朋友 直到很壞好才終於發現一件恐怖的事 我的毛巾因為吸飽水變很重 竟然往我一邊褲擋下滑 呈現這種形狀 我的媽呀這什麼褲中大蛇歐落起 根本不舒服的是 毛巾沖水的形狀是皺巴巴的 整條歐落起更是呈現入條全滿清淨暴徒的奇怪罐 不管是被誤會我是一個看到小朋友叫卡米蒂戰利幫的超級變態大叔 還是玩遊戲太興奮暴露一大條的失禁失禁老人 嘿嘿嘿追著小朋友跑的我 對小朋友對家長都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吧 慌忙中我不斷伸過去拉提 但越腳毛巾越往下滑 那為人胸看來就越來越長 我連滿我的肚子大喊 我不玩了我要去廁所 然後從一洗手間解除變身 然後掏出那精神害俗的玩意 然後想著會不會害那些小朋友產生童年陰影 有人說屁啦會不會太扯 真的還被拍下來的照片 只給你們看不准傳出去喔 是說上次的圖鴦閒聊動畫 我認真地要聊交女朋友心態 居然有人說怎麼最近寫都越來越嚴肅 我哪有越來越嚴肅 怎樣這邊還有嚴肅嗎 好了說完了這邊你們看看就好 通通不准給我分享謝謝